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再来复习牵直面圆周运动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说 重力它的做工呢 跟路径是没有关联的 这个它有很好的用途 从A到B 从A到B滑下来 如果只有重力在做工 如果没有摩擦力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那从A到B 它的最后的动能 就会是重力的做工而已 那重力的做工却只跟高度差有关 所以只要是从A掉下来到B这个高度 它其实走这条路 也最后得到的动能会一样 或者是走这条路 最后得到的动能也会一样 那甚至是走一个不太规则的路 最后得到的动能也都一样 因为重力的做工就是跟路径是无关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不用管它的过程 只要管它的起点以及终点 就可以算出它最后的速度 算出它最后的得到的动能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应用 像这个牵直面圆周运动 牵直面圆周运动它是一个 加速度会改变的运动 这里我们画了一个牵直轨道 牵直轨道 它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断的越来越斜的斜坡 所以说它其实它的加速度是会改变的 我们普通的斜坡 普通的斜坡 直指的斜坡 它的加速度是很加速的 稍微复习一下 普通的斜坡 普通的斜坡 这个物体沿着斜坡再往上跑 它受到的减速 它这个加速度会是 G-Sine Theta 这个斜坡的坡度如果是theta的话 那 物体沿着斜坡加速 往上运动 而受到 沿着斜面往下的加速 这个是 G-Sine Theta 加速度是G-Sine Theta 可是今天呢 我们如果是爬这个圆弧轨道 它其实这个theta 是不断的在改变 像它爬到某个瞬间的时候 它的坡度有点像这样子 爬到某个瞬间的时候 坡度又有点像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是坡度不断的改变 坡度不断的在改变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把它当成是 等加速运动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 不太能去算出说 它到了某个位置的速度 因为我们只有学过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我们并没有学过 等加速度以外的这种运动公式 所以像它如果到达了 上面这里 中间这里的话 它的速度会是多少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等加速运动公式算 但是我们却可以知道说 它在整个过程中 是只有重力做工 虽然它有受到正向力 它有受到垂直 这个轨道表面的正向力 轨道的表面会有一个 跟它互相挤压的力 可是因为这个正向力 跟它一瞬间前进的方向 跟它的速度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它是不做工 正向力不做工 那这样的话就符合我们力学能守恒的条件 整个过程就只有重力做工 那既然整个过程只有重力做工的话 那它的做工就跟路径没有关系 就跟路径没有关系 与路径无关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是走这个斜坡上来 或甚至是直接抬高 直接抬高 一样的意思 走原本的这个圆弧轨道 叫做A轨道 那走第二个斜坡轨道叫B轨道 或走第三个 先直接往上抬 然后再水平的走过去 结果都会获得一样的重力做工 因为重力的做工跟路径无关 所以我们就可以忽略掉它的加速度 会一直变的这个事实 而直接把它当成是看起点终点就好了 看起点终点就好 好 那所以今天它这个情况下就是力学能守恒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力学能守恒来算 牵直面圆周运动的 的一些速度 所以像如果是 从最低点如果我们叫做C点 然后一半的高度处我们叫做B点 然后最高处我们叫做A点 那ABC这三个点呢 整个过程中都只有重力做工 所以它会是力学能守恒 那就会是 KA加上UA 一开始在 应该是C KC加UC 会等于 KB加UB 然后会等于 KA加UA 因为它整个过程就是 只有重力在做工啊 正向力不做工啊 所以就跟路径无关了 直接看高度差就好了 好 关于这些力学能守恒的条件啊 还有到底做工是什么意思啊 那这些其实都在前面的章节 有录影 如果你觉得不太了解 那就请回去看前面的章节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 特殊的情况 我们如果是想象一下 是用云霄飞车 或是说 用这个球代表云霄飞车 那这个云霄飞车 它冲进来这个轨道 它到底要冲多快 才可以顺利的通过呢 它要冲的速度 要够快才可以到了A点嘛 但是它就不能说 在A点这边呢 就直接这样掉下来 它必须还要再过去嘛 所以它绝对是不能太慢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算算它这个 什么时候可以让它恰好过去 那这个所谓让它恰好过A点的情况 所需要的最小速率 我们称为临界速率 在最高点那一点 刚刚好可以通过 刚好可以通过 然后 不会直接掉下来 它还会跟轨道有接触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 恰在最高点 与轨道接触 或者说应该这样讲 恰在最高点 与轨道 与轨道分离 其实它就是一个临界值 是介于 要分离或不分离之间 就是 到了最高点以后 它如果再比这个速率 快一点点 那它就可以通过 它就可以顺利的通过 那刚好等于这个速率的时候 应该也可以顺利的通过 比这个速率小一点点 就不能顺利的通过了 就会在最高点 就要在最高点 与轨道分离了 所以这也许还再加一点点 修饰 就是将与轨道分离 那将与轨道分离的意思 是说 还没有与轨道分离哦 如果再慢一点 如果再慢一点 就会与轨道分离 所以它就是在介绍这个临界的情况 在介绍这个临界的情况 那这个境界的情况 就会是 它刚刚好要跟轨道分离的时候 所以意思就是 它其实跟轨道之间没有挤压 所以意思就是它其实跟轨道之间没有挤压 在临界的情况 先不要讲临界 在平常的情况 它原本是要直接飞出去 这颗球原本要直接飞出去 但是被 这个轨道 以正向力挡住了 它跟轨道之间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挤压的力量 你可以把这个球 看成云霄飞车 那它跟轨道之间的挤压的力 就是这个 正向力 那么 这时候 它其实不是只有受到正向力 因为本身 它还有重量 所以本身 它还有向下的重量 Mg 那这两个力合起来 就会是 它在最高点A的向心力 合力作为向心力 它要绕圆 绕圆就要有向心力 向心力的公式 各位如果忘记了 一定要回去上学期的录影去看 然后mv平方除以r 这个r是轨道的半径 m是这个物体的质量 v是这一瞬间这个物体的速度 v 那合力今天就是由 重力向下 再加上正向力 作为合力 然后合力作为向心力 那我们回到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它今天是在一个临界的情况 临界速率的情况 那么 它跟轨道之间无几压 无几压的话 正向力就会是0 正向力就会是0 那么我们刚刚的 在 我们刚刚的这个式子里面 重力以及正向力 合力作为它在A点 最高点的向心力 可是今天如果无几压 那向心力就是0 那也就变成了 重力完全就是做一项心力 那再把质量消掉 你就会得到 速率 其实就会是根号的gr 那这个就是在A点的 凌界速率 比这个速率 跟号gr 比这个速率还要小 还要慢 就没有办法 在A点顺利通过 它可能根本到不了A点 就会没办法在A点顺利绕远 但其实今天我们要 运用力学能守恒的 是要从A点去推广到C点 因为我们在意的是 入射射进来这个轨道的时候 的速率Vc 是多少 那 我们从VA 其实是可以推出Vc的 从A点的速率 是可以推出 C点的速率的 那关键就是在于 整个过程 从C到A是力学能守恒 这我们刚刚有提到 在C点的动能加位能 会等于在A点的动能加位能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算 C点的连接数例呢 那就是利用 kc 加 uc 会等于 ka 加ua 那目前我们可以把 卫能的0位面定在轨道的最底部 卫能的0位面定在轨道的最底部 uc定为0 那 ua呢 就会是 就会是NG 但是要乘上高度 2R 这样子 好 那么所以 其实这样就可以把ucua写出来 kc 也可以用2分之1 nvc 平方来表示 这是在C点的动能 2分之1 nvc 平方 再加上C点的位能 0 就会等于在A点的动能 2分之1 nva 平方 再加在A点的位能 ng 乘以2R 好 这里我们就可以把零界速率VA 带进来 带进来底下的VA 那就会变成 2分之1 ngr 再加上2ngr 等号左边 剩下2分之1nvc 平方 好 这么一打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算出 vc其实就是 根号 5gr 好 所以用了力学能守恒 我们终于把 这个C点的零界速率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根号5gr的速率冲进去 他就可以顺利的过A点 这个就是力学能守恒的位力 我们其实不用管中间 他是不是走曲线 走圆弧 还是走斜坡 反正只要 只有重力做工而已 那就是力学能守恒 那我们竟然就可以算出 用多快的速度进入C点 他就可以顺利的到达A点 好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算出 在B点的零界速率 好 我们算一下 在B点的零界速率呢 就会是 利用 Kb 加ub 会等于 Ka 加ua 这样来算 那Ka加ua 其实刚刚有算出来了 就是2分之1ngr 再加2ngr 所以他其实就会等于2分之5ngr 那Kb加ub呢 就会是 2分之1nvb 平方 再加上 在一半高度处的 位能 会是 在一半高度处的重力位能 就会是 ngr 所以我们这边就代入 ngr 所以结果你也可以很轻易的算出 在B点的零界速率 就会是 根号的 3gr 这就是在 B点 之零界速率 那其实应该要讲零界速率 我这边写错了 好 那这一段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段影片再来 从零界速率去推出 我们的轨道 正向力应该要多大 向心力应该要多大 好